孔思你好 現在越來越多人說 我們經常都要活在當下 但其實做下去都挺難的 因為我們經常都可能會被過去有些悔究 或者一些未來的憂慮憧憬拉走了 其實你覺得最難的位置在哪裏 還有沒有甚麼訓練可以令到我們 真的令我們回到當下的呢 其實活在當下這個東西 其實是有些好心的要求 因為他這句說話活在當下 其實就是來自中國的禪宗 即是吃飯時吃飯 睡覺時睡覺 吃飯時吃飯時睡覺時睡覺時 你吃飯時的心集中於吃飯 睡覺時集中於睡覺 但是一般人說就是這樣 吃飯時吃飯時睡覺時睡覺 但是你吃飯時吃到甚麼 你看到甚麼呢 其實是有很多個層次的 吃芝士蛋糕 吃芝士蛋糕時吃芝士蛋糕 嗯 那我吃芝士蛋糕時吃芝士蛋糕 哇 真是很好吃 哇 真是流口水的 那你這樣吃芝士蛋糕時吃芝士蛋糕 那你會繼續吃芝士蛋糕時吃芝士蛋糕 真的 真的 所以你如果是很著想地做一些令你沉醉的事 其實你這個活在當下是打野的 即是撞反的 你明白嗎 我吃煙子的時候 哇 真是很興奮 我喝這個紅酒 或者柏蘭地 哇 活在當下 都很興奮 好像是 那你不是 禪宗不是這個意思 有一次我師傅 答一句居士 師傅 修行不是活在當下 師傅答他 當下是 八虎膠尖 苦不堪然 你見不見啊 師傅看到人世間 其實每一個薩拿之中 當下之中 分分秒秒無常 而在這個無常之中 我們的心執著那些事物 不肯讓它遷留戰花 所以八虎膠尖 都是當下之中 你見不見啊 嗯 所以其實 活在當下 當然是 如果你跟回禪宗的要求 其實真的當然是修行的 還有他們現在 就是這個 Be mindful 沒有這個 Non differentiation 不要分別 看著它 但是你看就看到幾多 幾深層次呢 你是不是可以六組 這樣 能夠 見到事物的一切 的自性呢 不要看事相 而看自性呢 如果以禪宗來說 你一切 若不適自性 學法無益 在當下之中 你要見諸法的自性 才是有意思的 所以活在當下 都是一個好的 introduction 不要思前 和想後 前的事已經過了 後的事未來 你現在只可以 真真正正 體會到當下 體會到事實 或者現象 就是當下 之前那些是記憶來的 未來那些是憶想來的 你只可以在當下之中 感受 原生原滅的事實 這個就是所謂 禪宗的活在當下 但是我覺得 對一般人來說 是太難了 你要做到不思前 不想後 其實是 是 有很深的層次 而不可以 吃芝士蛋糕 就起貪真痴的吃 你可以 生活 你經常在那裡 陶醉於貪真痴 你都可以活在當下 很多年輕人 打機的時候 是否活在當下 整天都活在當下 是電腦 你活在當下 媽媽 我活在當下 你收藏也活在當下 我活在當下 你怎樣 所以佛陀的意思 我改了一個字 你聽過 我現在經常都說 不是活在當下 是活好當下 把當下的事情 搞好 做好 看好 有方向性 有方向性 例如我活好當下 吃芝士蛋糕 就是我要看芝士蛋糕 吃芝士蛋糕的時候 我吃芝士蛋糕 我要知道 我吃多少才對 和芝士蛋糕的本質 原來芝士蛋糕是肥的本質 原來芝士蛋糕本身是肥的本質 所以我可不可以吃 不要說我吃不吃 我吃到少少適量的時候 沒事的 但是如果我要 只看到它是適當的時候 你就要活好了 這個好是令到我身體健康 令到我不會產生煩惱 這樣才是吃芝士蛋糕 而吃好芝士蛋糕 如果吃芝士蛋糕 吃得不好 吃得太多 或者完全不吃 別人生日蛋糕 比如說芝士蛋糕 你生日蛋糕 不吃 我怕胖 你拿走 那就好客人生 所以你就要活好當下 把當下那件事情做好它 好的意思就是令到自己和其他人 離開煩惱 去除貪真知 成就慈悲喜捨 這樣才叫做好